物资文化往来 既然是一种交换 它一定是双向的 它有石头过来了 珍贵的保持过来 我们这边出去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今天的加古文文献 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主要我们现在 只能依靠高谷发掘的结果 在二战的后期 苏联的 今天俄罗斯 当时是前苏联的 阿尔泰地区 阿尔泰山 阿尔泰山 在清代的时候 清朝前期是完全属于中国的 现在 阿尔泰山是 中国蒙古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四国 分割的 那么在俄罗斯的阿尔泰 边区这个地方 二战中间 苏联的考古学家 发现了一个古 一个古墓 战国时代的一个墓 叫巴兹雷克 古墓 这个墓中间 出土了丝绸的残剑 丝绸上有 凤鸟的 围样 肯定是出自于中原地区的 因此呢 这成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证据 证明 在远远早于张千的时代 就有人 把中国内地 生产的丝绸 运到 遥远的西方 还有 这个文化大革命 在新疆修南疆铁路的时候 在吐鲁福安盆地的西面 阿拉沟这个地方 也发现了古墓 这个古墓中间 也有 汉以前的 古代的丝绸的发现 因此 我们简单做一个 总结 也就是说 在史前时代 东方和西方 人员 和物质的往来 已经出现 那么如果我们 来看一下 这个 人类之间的交流 使用英欧语的民族 从遥远的东欧 向 这个亚洲迁移 我们 使用蒙古 黄种人 黄皮肤 黑头发的蒙古人 从东亚 逐渐逐渐地向 内陆亚洲渗透 那么因此 我们知道 丝绸之路 它的产生 是 基于 之根于 我们遥远 东方远东地区 东亚大陆的人类 和我们的邻居 内陆亚洲的居民 之间的 这种交互 史前时代 它的结束 这个在各个民族 是不一样 有的民族 文字 产生的早 有的民族 文字产生的词 有的民族 虽然很早就产生了文字 但是它 文字并没有用来 记录历史 那么现在 有明确的 历史文献 文字 记载的 内陆亚洲地区的 这个亡国 民族 最早 是从 波斯人开始的 公元前七世纪 比我们的孔父子时代 还要早一些 在今天亚洲的西部 以伊朗为中心 那么 波斯人 开始活跃起来 后来呢 他们建立了一个 庞大的 一个帝国 这个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教科书 把它称为 波斯帝国 伊朗人自己呢 把它叫做 我们中国的世界史的教科书 也把它叫做 阿黑 蒙尼德王朝 或者 阿奇 蒙尼德王朝 是古代的 这个波斯人 建立的 那么这个王朝呢 建立以后 迅速的向 周灵 扩张 他的东面 到达了我们今天 新疆界外的地方 到达了今天的 都联体的中亚 他的北面 越过了 离海 和咸海 他的南面 到达印度洋 他的西面 到埃及 和小鸭半島 这个时代 这个 最 小鸭半島上 和波斯帝国 起古相当的 最强有力的对手 是希腊人 波斯人和希腊人 打了很多年的仗 那么中间有一次战役 我们知道 就是纪念马拉松赛堡 这个希腊的一个战士 为了 报告 这个战争 胜利的消息 跑了几十公里 跑到亚典去报告 我不知道 现在 世界的每年 马拉松赛堡 运动会 伊朗人参加不参加 这个等于是 希腊人为了报告 打败波斯人的 消息的 那么 这两大强国 在亚洲的西部 爱秦海 对峙了很多年 这个伊朗 这个波斯帝国呢 他最主要的宗教 叫拜火教 又叫仙教 一个柿子旁 加个天上的铁 又叫仙教 那么这个 民族今天 留下来的 最重要的历史遗迹 有两 两 两类 一类 就是 在今天 伊朗 南部的一个遗迹 叫 波斯城 波斯城 有巨大的 宫殿的遗迹 有 居鲁士国王的 坟墓 那么有 巨大的 这个神坛 高高的柱子 石头的建筑 很像 巴比伦时代的建筑 这是一 第二呢 在伊朗 各处 还有 刻在 悬崖峭壁上的 名文 我们把它叫做 古波斯的 文的名文 那么这些名文 描述了 波斯帝国的皇帝 居鲁士 大刘士 对埃及的征服 对周围民族的统治 波斯和 希腊之间的战争 的结果 造成了 从内陆亚洲 到欧洲 之间 交通变得方便 这个波斯帝国的建立 那么这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 这个第一跨 内陆亚洲 到 这个非洲 埃及属于非洲 这个到 欧洲 巴尔干 这么一个 庞大的帝国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对抗 持去了 这个 上百年 到了公元前 三百三十年 这个希腊 租城邦国中 有一个国家叫马其顿 它并不是我们今天 从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 那个 马其顿共和国 这个马其顿是斯拉夫人 不是希腊人 这个 波斯 所面对的这个马其顿 是希腊人的一支 这个马其顿的国王的儿子 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 继承了王位 由于他的丰功伟绩 后来 这个史学家把他称为亚历山大 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把他称之为亚历山大 大帝 他呢 带领的希腊人的军队 消灭了 这个波斯帝国 一直向东 进行征服 到达了今天印度的 北部 到达了我们中国 这个 新疆界外的地方 就是把整个波斯帝国 给消灭了 时间是公元前 三百三十年 相当于我们的战国时代 亚历山大的这个伟大的功绩 在历史上 在很多民族中间 都得到传送 波斯人 把 这个希腊人 叫做 叫做 于南 在 印度的 在佛教文献中间 叫于那 于就是风鱼的鱼 一个肉子旁 加一个收 那里的那 那么在 我们的这个 回回人 回族人的文献中间 把它写着叫 于那 欲往的 于那里的那 而希腊人呢 叫做 于那尼 为什么 我们印度的 国教文献和 伊斯兰的文献 把希腊人 要叫做于那呢 来源于希腊人的一支 希腊南部有个海洋 叫爱奥尼亚海 爱奥尼 于那 就是 这个字翻译 他们是希腊人的一支 那么在马其顿 这个亚德山大的统治下 这个原来波斯帝国的 各个民族 继续在他们自己 原来的地方生活着 那么当时呢 在亚 在欧亚草原的北部 今天从黑海 一直到乌拉尔山地区 到咸海地区 这个地区的居民 被称之为 萨尔玛提亚人 或者马萨戈泰人 这个 今天 独连体中亚 乌兹别克斯坦 周围的地区 以阿姆河和西尔河 这两条大河 中游地区 为中心的 生活着 苏特云 那么在 希尔河 以东的草原 相当于今天的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当时生活的居民 被称之为 萨卡 S-A-K-A 萨卡这个民族在 古博士的名文中间 已经出现了 我们中国的史记 把这个名字翻为 赛种 赛 边赛师的赛 亚里山大 完成了征服以后 很快就去世了 他留下了一个帝国 那么这个帝国呢 他在亚洲的部分 以今天的伊拉克为中心 那么这个帝国的东部 叫做 塞留古王朝 塞留西亚 再向东 还有地方 还有希腊的将领 所统治的一些领地 在今天的阿富汗 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叫 巴克特利亚 巴克特利亚 亚里山大带领的希腊人 大部分都没有回去 那么这些希腊人呢 在当地定居下来了 他们在中亚地区 发扬 他们从故乡带来的 希腊的文化 所以呢 在波斯帝国以后 内陆亚洲地区 进入了一个希腊化的阶段 我们叫做 Hellenistic period 使用希腊字母 来拼写 希腊文 那么人呢 照相 也像希腊人一样 站着 一个腿 一腿微微弯曲 像 像 像那个 亚迪娜 那个造型一样的 一个腿 威纳斯一样 一个腿微微弯曲 一个腿站直 这个身上的衣服的 紧贴着自己的躯体 能够体现出人体的 这个构造 这种塑造人的记忆 被希腊人带到了中亚 在这个时代呢 在印度本土 释迦牟尼所创造的佛教 也已经传到了中亚 传到中亚以后 由于希腊化 文化的影响 那么当地的佛教 就带有 希腊的色彩 什么色彩呢 就出现了 佛教人物的造像 开始塑造佛像 再用石头雕 用泥胎来做 这种佛教的造像 后来就被称之为 剑陀罗文化 剑陀罗风格 Gandala style 这就是我们后来 在中国境内 开凿石库 雕造佛像的起源 也就是我们中国境内 开凿石库 雕造佛像的源头 并不能直接追到我们的 秦始皇的兵马用 而是要向上追溯到 西北印度 希腊化的时代 希腊人 到达了遥远的东方 那么他们间接地 知道了一些中国的消息 在后来 希腊和拉丁文的文献中间 开始出现了 对中国的描述 中国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丝绸 所以呢 希腊人 罗马人 把中国 叫做塞里斯国 他们记载啊 说塞里 是一种 小 一种 一种虫子 它会 像羊毛一样的 吐出丝来 最后能够制造 所以塞里斯国 实际上指的就是 斯国 今天我们 英语丝绸 silk 这个字也是从塞里 演变而来的 那么讲到这儿 我们一直讲的是 中原以外的事情 为什么要讲中原 讲我们中国以外的事情呢 丝绸之路 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东到西 完全畅通 并不是 那当我们看到了 这个波斯人所创建的 这个波斯帝国 当我们看到了亚历山大的东征 他从巴尔干半岛率领的军队 一直到达了印度 到达了我们中国的西北边疆附近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 丝绸之路的西段 今天我们中国以西的地方 已经打通了 没有障碍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亚历山大 所创造的 这个希腊化的王朝 他在期盼着一个 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发生 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 他期盼着 从东 从东方 从东亚 有某种力量 能够打通一个通道 能够 找到一个途径 能够和 波斯帝国 的交通线 能够和亚历山大 希腊帝国的交通线 能够连接起来 因为双方已经相距 不远了 它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因此呢 我们下面的条 在东方 发生了些什么